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马可福音六章一到六节 耶稣离开那地方 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的门徒也跟他一起来 到了安息日 他在会堂里教导人 许多人听见他的话都很惊讶 说这个人从哪里得到这本领的呢 谁给他这种智慧呢 他居然还能够行神迹 他岂不是一个木匠 他不就是玛利亚的儿子 雅各约瑟犹大和西门的哥哥吗 他的妹妹们不是都住在我们这里吗 于是他们厌弃他 耶稣对他们说 先知在本乡本族本家外都受人尊重 因此他在自己的家乡没有行什么神迹 只是给一些病人按手 治好他们 对于这些人的不幸他非常诧异 马可福音的节奏非常紧凑 到第五章为止 耶稣已经四处啪啪走 在各地都令人惊奇 因为他的教导满有权威 和一般的经学教师不同 因为他行医治等等神迹奇事 照理来说 今天的经文记载他回到自己的家乡 应该是衣锦还乡吧 然而耶稣在自己的家乡 却没有被接纳 经文鲜明的记载了家乡的人的反应 他不过就是个木匠而已 他不过就是谁的儿子 谁的哥哥 谁的姐姐 其实这样的情形 也常常阻碍我们 看到我们身旁的人真正的价值 我们总是习惯以标签的方式 来认识别人 啊 他就是灵恩派的 啊 他就是长老教会的 啊 他就是共匪同路人 啊 他就是台独分裂主义分子 就连耶稣也不免 这样被他人贴上标签 更严重的是 往往最熟悉的人 我们也对他们定上最深的标签 最没有办法再给予改变空间的标签 这种把别人贴上标签 在自己的心里 不再认为别人有其他可能 其实只是对我们自己没有益处 耶稣说 因为家乡人的不幸 他也因此没有行什么神迹 因为神迹其实是关乎于我们怎么看 怎么听 怎么信 若我们能敞开我们的心胸 对周围的所有事物 特别是对我们已经觉得 没有可能再改变的事物 都抱持仍然有可能改变 仍然可以有不同的认识的心态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处处是奇迹 上帝的做工 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成为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